这些年,先后诞生了多部优秀的影视剧,其中抗战剧一直都是观众非常喜欢的类型,虽然有一些抗日剧制作水平低下出现了雷剧,不过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热播剧,比如《亮剑》《我的团长》《我的团》、《地下交通站》《雪包》等这些电视剧碰红。 那很多人,比如凭借《亮剑》爆红的李佑冰,今天给大家聊聊李云龙的两位警卫员,李云龙的第一个警卫员是魏和尚,他的扮演者是张同,前面有一篇文章,也仔细得给大家介绍顾张同的情况,张同出生于1981年,毕业于法国里昂艺术戏剧学院研究生,学历可是相当的高,2002年因为电视花开也有生,正式进入演艺圈,在前几天举行的飞天奖的颁奖典礼上, 男演员张同一举战获了飞天奖的优秀男演员大奖,其也成为了大众非常认可的飞天奖师弟,不过有人认为张同获得飞天奖优秀男演员,实在是让人有些意想不到,因为此前张同并不能算是一个极为有存在感的演员, 不过张同的演技实力却是毋庸置疑的,正所谓没有比拟就没有损害,同在亮剑中担住警卫员的张孝军在其时固然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,比拟张同的成绩,他就显得差将人意了,张同和张孝军两人,同时出演李云龙的警卫员, 但是现在张同宪约更许,而张孝军却沦为绿叶,这便是演艺界的同剧分其命,有人大红大字,有人却不温不火,八哥感到张同之意是能火,便是因为他这些年来出演了许多抗战剧,其侧面抽象不得人心,已是只要有导演拍抗战剧,就会想到张同。